今晚,我花了一些时间追溯我国的历史, 也和大家分享我对世界局势和经济形势的看法。 政府正密切关注国际局势对我们的影响, 以及我们经济的走向。 世界各国和跨国公司对新加坡的高度信任, 是我们的关键优势之一, 也是我们的宝贵资产。 我们应该小心守护这份信任, 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。 这才能确保新加坡能够持续繁荣, 国人的生活,长久获得保障。 我很担心, 未来的十年会比过去的十年更充满许多未知数。 就如变幻莫测的天气一样, 一下子艳阳高照, 一下子乌云密布。 因此, 我们必须为将来做好准备, 秉持先辈毫无畏惧, 力争上游的精神, 齐心协力, 一同克服困难。 我坚信, 只要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, 新加坡人就能够有更好的生活, 新加坡也能够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亮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